大家好,這裡是大叔 本期呢給大家帶來世界MD平台的山寨遊戲啊 格鬥之王2005 他還做了一個片頭啊 那麼咱們現在看見的是阿里啊 然後喬老爺子 雷射眼和祭司 龍和孫悟空 本期梁和草地軍 這都誰啊 咱們進入遊戲看一下吧 那作為一款山寨遊戲啊 當年在FC平台啊 沒少禍害這些玩家啊 但是MD平台畢竟是16位的啊 手感上要稍好一點 看看選擇人物啊 喬丹 這位叫舞者的是吉斯 龍 悟空 草屁精 他這個字寫錯了啊 應該是草子頭的 草屁 這位也不是超人 這位是X戰警的雷射眼 然後阿里 最後一位 這也不是肯啊 這是本期梁 那咱們明顯應該用孫悟空啊 因為畢竟不是地球人啊 剩下全是戰武渣了 好的 開始 第一位是打肯啊 這個場景是 鵝狼傳輸二代的場景啊 招式 武空的招式 沖擊波 然後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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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演示一下招式 可不可以啊 我 對面還有這種鋼體的效果 好的啊 我有一套四連角 然后 对还有一个这样的角 然后还有呢就是绕后 好的 也是有七槽的啊 有一个七槽之后呢可以放超杀 七槽满是三个 下个人物咱们再演示超杀吧 这个人物先演示了一下技能 那悟空大概是四个技能 两个腿技一个 冲击波还有一个是绕后 瞬移吧 乔丹这个人物动作 明显是根据 这个游戏没有鱼 我想多了 我还没攒上气呢 他就挂了 人物贴头好像是来自 超人版本的七龙珠 乔丹刚才那个技能呢 应该是拳黄里面打篮球的那个人啊 好 偷偷偷偷 阿杜根 不是不是阿杜根啊 这招怎么叫来着 我还以为阿里没有冲击波一类的技能啊 这个游戏没有飞行道具是很吃亏的啊 我继续攒一下气啊 我继续攒一下气给大家演示个超杀 让我出一招好的 来吧 打多少血没看出来啊 估计是三分之一血左右吧 好了 咱们打了几个人了 三个人了吧 龙 龙这衣服的颜色 怎么穿红呢 头头头头 炫骨腿 而且龙这炫骨腿 竟然变成了一个多段机啊 肯的才是多段机好不好啊 龙的一脚就踢倒了 我踢 好的 用悟空果然是正确的选择啊 那当年大家在FC时代啊 后期玩了好多好多非常烂的格斗游戏啊 其中就包括各种街霸啊 从8人的12人的一直到 50人的啊 60人的都有 唯一相似的特点啊 就是非常烂 给了我一冲剧波 身后啊 火梯 这招叫撅脚啊 其实FC平台拿得出手的格斗游戏呢 也就只有官方的忍者生亏格斗了 还有一个山寨的九人街霸还可以 其他的就不行了啊 烂到一定程度了 这位是雷射岩 这里竟然一座超人啊 你可以想象这个公司啊 在做这个山寨的游戏的时候 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啊 他连人物的名字都懒得去校准啊 好的 这个冲剧波的判定啊 也不是很严格 我都玩哭了 简直 那么MD平台经典的格斗游戏呢 你像悠悠白树 七龙珠 五勇烈传 然后恶狼春春二代 这都是不错的 这游戏 做这个游戏用得了50块钱吗 名字都不好好 不好好叫啊 行了 我也不要吐槽了 要挂啊 身后啊 他竟然防住了 我以为我这是一套连续劲呢 等我攒出个超杀的啊 我这个基斯真的好猛啊 他可以把我的这个腿打回来啊 很可惜啊 我赢了 差一点点啊 注意一点嘛 注意一点 还是有难度的啊 这个难度就来游戏的 判定的各种不合理啊 好吧 草剔精啊 草剔精 大叔小时候有管这个字叫草制啊 哎呀 他用了个龙车 但是龙车这个判定看起来 不太严格啊 我打了个perfect 这个场景应该是 拳皇94啊 韩国队的那个场景 94啊 通关了啊 这样就通关了 我竟然是俄文啊 上面是一俄文 这难道是 呃 战斗种族做的吗 我说怎么这么粗糙 但怎么会有这个 呃 名字是汉语呢 啊 搞不清楚啊 不知道是谁出的 无所谓了 反正是一款非常非常烂的游戏啊 那大家啊 看看也就算了 千万不要试图去玩这个游戏 会玩哭你的啊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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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